超凡模式增加了老子 忍战天天在这个模式下无敌了 这是上一次超凡模式的忍者名单 然后对比一下这次超凡模式的忍者 我书里并体验了所有新增的忍者 不此特别有意思 游身的时候就能造成伤害 众所周知玩老子都是一种行为艺术大师 这个忍者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实战中一般配合千叉比较好 所以看这里我插住了飞段 然后不断的变身 大家可以看到它血是一块一块掉的 不到五秒钟 它从满血被我打成了空血 这里天天也是 大早提前咱们直接交通灵 然后不断利用变身的伤害去冲击它 可以看到它完全无法抵御 直接被咱们给冲死了 这也太爽了吧 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忍战天天 它是可以无限释放二技能的 有好几个兄弟向我偷搞 用普攻中断二技能就可以刷新CD 正常这是一技能才有的效果 难道是隐藏福利 手术间给我的感觉变化不大 木龙变成了充能两次 但是用起来跟之前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其实这一把我用的就是牵手术间 结果被对方的忍战天天给虐爆了 战斗的白击之处变成了充能两次 常驻黑夜模式 二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反正用起来就是一个字 爽啊 开局两个白击 打不到没关系 直接变白铃大蛇 这个白铃大蛇的歪轴还有点大 下一段无离不说了 最后一段还有抓取效果 更离谱的是它能无脑开大 正常模式下 它的大招一般只能接多有眼的抓取 但是在这个超凡模式下 随便接白铃大蛇 这个忍者用下来的感觉就是爽 花活的笔这次也首次加入这个模式 别看技能的增强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用起来的感觉也很爽 二技能打完之后有一个转转转的位移 可以遍踢 而且如果所有技能都进行升级之后 强度属实有点离谱 是那种越打越猛的类型 强化之后的大招是硬抓取不能够替身 而且打完之后还能无脑的接起来一技能 这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忍者的容错率 反正这个笔我玩起来还是蛮爽的 现在甚至还有点想念策划发火了 萨姆伊的两个技能都增加了范围 雷电剑还可以破除霸体 但是这个图形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短 本来我以为可以大展身手 结果被对面的水门给打爆了 这个模式下的水门真的有点强 就现在则是增加了肉弹战车的移动速度 召唤水门的短暗和长暗效果融合在了一起 说实话给我的感觉强度一般 肉弹战车根本打不到空中的小男被克制的死死的 冰箱应该也是首次加入超范模式吧 一技能可以充能四次来回的充拳 短时间内可以打出大量的爆发 二技能的位移就是灵活性十足 关键是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三秒钟 用的好的话简直可以让对手找不到北